承載了全台灣前一趴的夢想 這不是一個結束 這只是另外一個開始 我的終極目標呢 是讓我的體重降到 大造型 從看到在這裡你就知道 今天不一樣 這個地方很特別喔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夢開始的地方 這裡是本身跟你本命是相似的地方嗎 這想不到吧各位 想不到 我會出現在這裡嗎 今天幾號我看一下 8月15 10點17分 這場時間 夢開始的時間 夢開始的時間 我們來這裡幹嘛 今天是認真了 今天我們來到了高雄的 陳其十二的旗艦店 對對對 來這裡幹嘛 來進行我們的健美提高 維持半年 給自己一個什麼 新年禮物 給全新的自己 之所以為什麼想要減肥 第一個當然是為了健康嘛 對 第二個就是 最近遇到一個女孩 勾起了我這個想努力的慾望 為了Perfect Girl呢 這半年一定要拼了 你知道嗎 有沒有設一個目標 上個禮拜 我們有先來這邊跟教練聊個天 教練初步給我拼的目標啊 他說什麼 他說半年 低標事實 那是真牛拼 事實 增長事實嗎 增長事實 我們做事 旺無 我看可不可以把自己吹到壽司 沒有 因為其實他們有講了很多啦 就是這是最安全 然後不會傷害你的一個訓練的方式 對 但是我覺得 竟然要做 就要對自己狠一點 欸 下定決心喔 這句話 對自己要狠一點啦 對不對 我們直接吹了 我們直接做全套的 對 回去就是飲食管理 只有拍片之外的時間呢 對自己嚴格的管控 啊 在合理的範圍內啦 在合理的範圍內 對不對 反正這個影片 到時候大家看到的 也是半年後的 對 二月多嘛對不對 啊如果 中途失敗了 大家就碰不到啦 體肚之汗 你就會被管 就直不直 打鐵趁熱 馬上去找我們的教練 看他會在我們做什麼 我們歡迎我們的教練 阿民 阿民教練 長得特別帥 真的 跟各位介紹一下 有沒有女朋友 有 完蛋了 女粉酥 我們等一下這樣問 女粉酥掉兩層 你要這樣問 南部有沒有女朋友 沒有 沒有 那大家問 不對了嗎 不行啦 你這跟女朋友 來 請我 我們等一下看這個生氣 好啦 阿民教練了 這半年就二拜託你了 好 那我們現在 到這個 我們親子餐的 VIP訓練室 那我們現在第一步要落後 先量測我們的 身下行程 之後我們盤一發機器 好 就那個 180 對 沒有錯 好 那我們現在馬上去測試一下 讓各位看得到我身體的秘密 欸 你現在看起來超累的 我們都還沒開始 我剛剛穿鞋子 我怕樓梯 今天穿著鞋子又爬樓梯耶 受不了 運動量已經到了其實 正常來說一個禮拜不用運動了 對啊 現在兩個禮拜不用運動 真的看起來蠻累的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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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喘一下 喘一下 我原本在想說為什麼 這個健身 沒有電梯 沒有電梯 不然現在不對 我就來運動的還裝成電梯 欸對 欸對嘛 現在我沒有問 邏輯正確嘛 大家問的官長罵嘛 對不對 他說 你怎麼會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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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不要開玩笑 那我們現在馬上就做一下一馬 來吧 OK 身體膩膩 這樣 累了嗎 累了我先休息30分鐘 先休息30分鐘 跟各位講 他們只會很多 不能說的 對不對 光是穿鞋子 就是一個很累的 教練沒穿過 算神經有 神經有 他這個是連脫襪子 他都覺得很辛苦 就跟你講 其實脫還好 穿 不到半年後的我 那現在怎麼會穿什麼 啊 半年後的你辛苦了 對不對 努力到 到那個過年前 也不知道還有沒有活著 對不對 希望是活著啦 啊如果半年後的 你看到現在的片段 發現 其實沒變 失敗了吧 失敗了嗎 沒有 這是 做得大的問題 你如果來自上面的命令 你知道 壓力很大 你給自己壓力 你給自己壓力 那叫責任吸引 我跟你講 教練給自己壓力啊 我對自己也要有壓力 你一直都有壓力啊 你全身都是壓力 我跟你講 從今天開始啊 對自己就很一點 我們練完啊 就會踩腳踏車 我們先從 一百大卡開始好了 教練會給你一個 完整的訓練菜單 就照教練那種 你是菜單做完 你在菜單擺一百大卡 我們在菜單擺一百大卡 我不緩 反正看到這影片 館長還是半年後才看的 我們現在很難練 我們不會讓他過神毛病嗎 君子報仇半年不晚 他會不會哪一天 突然間想到 然後就故意 問時間 然後就故意來登 主要是高雄的圓圓 高雄的圓圓 天高皇帝圓 管不到這裡 除非他來高雄 剛好沒有沙包 就會找你 沒有沙包 你該不會下次館長來的時候 才發現你才是館長 我整個攝影棚 地下館長 我攝影棚 高雄館長 好啦不要開玩笑 趕快站一八底 教練覺得說 今天才上班兩個小時 他媽他那一隻腳 上班三個小時 有沒有加錢 來來來來 來吧 哇 教練這個笑容逐漸縮起來了 現在整個人麻麻的 要不要先穿起來 要穿起來了 要穿起來了 又要再聊十分鐘 要再聊十分鐘 通常跟你講 我這個是這樣 我的右腳比較靈活 所以我可以這樣子穿 但是很奇怪 我的左腳沒辦法做到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 就是 很奇怪 就沒辦法操起來 就我主角不是這樣 我下去煮 記住我現在穿襪子的樣子 半年後更辛苦 不要穿得那麼辛苦 半年後要教哥來幫你穿 看一下我們的資料怎麼樣 OK 教練 我們已經巴子做完了 覺得怎麼樣 沒事的 你怎麼拍 好像有點想放棄了 我現在要行得多的地方 進來 最主要應該是想要變瘦 對 然後你覺得這體重如何 體重 滿漂亮的 那是體重 那不是身高嗎 喔 那是體重 看到沒有 進步的空間滿 進步 滿猛的 我們身高143 體重170.6 接近什麼 小鈴鐺比例 1比1耶 我們的哆啦A夢啊 身高143 體重143 我也快要1比1 欸真的啊你沒辦法 真的 教練 教練 有沒有救 可以啦 教練有沒有救 一定會比現在更好 你會不會覺得 為什麼這種體重的人 他有辦法活 我走是個孫奇的事情 生命鬥事 欸 我光走在路上都是 天搏命 可以這麼說 可以這麼說 每天都會比重 他還比重 因為是第一次測的 所以我們把它當就是一個 基礎椅子 那主要是去看我們的皮脂 還有我們肌肉量的地位 那是能養的話 如果我的皮脂超過30% 會比較有那個 新鮮板的那些記憶 就是我們常做的三道 那些狀態 對 所以你覺得 五十四偏高 是很高 是很高 你不要再講偏高了 你有自信一點就講 超高 你這五十四 跟鬼一樣 你能夠 住在這邊跟我聊天 都是 上天在同情你 那最主要以健康來講的話 你有沒有先看這邊 有一個DMI 因為你目前 算是 沒有訓練經驗 長期訓練經驗 對 所以DMI 是我們可以去 關心的一個地方 如果你現在 沒有在訓練來說 DMI 五十七點三是 超級高 還沒爆表了 你看到這種 你覺得 我有在台灣前一趴嗎 在我認自己的前一趴 第一名 第一名嗎 沒有聽過再更重 真的我覺得 PR值99 以健康來說 當然是有DMI 再來就是我們的肌屬代謝率 這邊還有一個 內臟脂肪的一個指數 然後再往下看一看一看一看 我們四肢平靈的部分 健康來說 我們會先去關心這三個部分 你的基礎代謝 身體消耗能量 它算是不會到太高 所以 你說 以我這個體重來講 它的代謝率算低 對對對 應該要更高嗎 沒有錯沒有錯 畢竟是170 170沒有辦法 突破天際了 我現在都沒辦法轉換 我講到170 我都以為是身高 170公斤 笑著笑著 我真的想哭欸 不會啦 我們現在都會把 現在的狀況留在現在 未來我們 就不是現在的狀況 我們就是要把高雄館 成績上高雄館 當作自己的家 它裡面的健勇 成為自己的家人 以後館長來 就知道 沒有 不要這樣講話 我們之後可能會一個月 測量一次 然後看它這個數字 有沒有月月高 或是你的體脂跟肌肉 有沒有做一個小小的一個狀況 這是我們要去觀察的 所以我們總共結束 會做六次 對 那時候就看那個電影 對 OK 等一下我們就先進行一些 簡單的訓練 對 這邊開始訓練 好的 那我們第一天 就是簡單訓練 就 開始 夢開始的地方 Let's go 我以為要有身材 身材整個南台灣 跟鄉民的希望 全身的肉在你身上 對 170公斤的夢想 對 看半年後 40公斤 Let's go 170公斤 27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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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問題 效果效果 170公斤 170公斤 現在連講話都不太行嗎 喘一下就沒事了 等一下我喘是正常的 即限來理道 OK 即限到我跟你講 我不許 喔 我給你看 哇 碗哥是怎樣 大鮪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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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今天 累的程度 1到10分 去幫你自己累一下 分數 75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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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行 希望這種累的程度 是可以吃 只要一下 倒一個倒貌 你會突然太過疲勞 所以等一下會騎腳 是嗎 要騎一下 好 那我騎一下 唉唷 這個騎腳踏車 是怎樣 對自己狠一點 要喝 要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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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嘛 就是這樣一隻矮 什麼 也不知道他現在在幹嘛 到時候沒追到 我是吃回來而已 吃兩倍 可以啦 慢慢來啦 好啦 好啦我們繼續踏 繼續踏下去 可以 要喝 哇哇哇哇 王哥今天提早到喔 哇 你太晚了 好 現在是在暖身嗎 在暖身嗎 沒有現在 還要暖身嗎不會吧 等一下 這是訓練前的一個程度 其實暖身就快化了 好 我跟你講現在這個動作很刺激 因為 因為我們的幸福有關係 我做一個標準給你看 好香喔 這幹嘛 這幹嘛 你剛剛做什麼了嗎 你剛剛做什麼了嗎 你要抽出嗎 你要抽出嗎 我們進階到器材區了 是以前的我們 我跟你講進化 第二天就來器材區 器材區幹嘛 看別人用器材 看別人用 先學習嘛 還OK嗎 OK啊 剛硬舉了幾下 5 6下吧 啊 60啊 一個女生平均的體重 對 差不多啦 目測它大概 4748 那可以啦 等下60 60簡單啦 QD哥了 加油加油加油 你等一下我們這一組做完之後 它下面還有動作 等一下就會帶它滾桶的放鬆 哦 就去 其實放鬆也算是一個訓練 嗯 OKOK 好那我們當時來休息一下 OK 好 那我們當時來休息一下 好 就去 其實放鬆也算是一個訓練 要猛 要猛 要狠 要狠 要做一個狠 要做一個狠 又是快樂的一天 下課了 下課了 今天很累 今天為什麼那麼累 今天為什麼那麼累 今天我們綠塔教練很操啊 看一下綠塔教練 他狀況還好嗎 還行啊 你覺得他今天主要是什麼問題會讓我們累 我覺得應該是睡眠的關係 因為他昨天聽說是分兩分睡 然後也沒有睡得那麼好 而且時間也沒有睡嘛 最近就喝很多水 啊半夜就起來上廁所 沒事 綠塔教練操一下 看在綠塔教練這麼漂亮的份上 我們就放過他了 放過他 不然 不然 而且我跟各位講 我們跟綠塔教練啊 不是第一次見面的 我們以前有拍過一個影片 叫做 你要吃什麼 隨機抓到一個女生 問他說你要吃什麼 就一個不要命的跟我們說 台南河粉 就是他 我是Rita Rita告訴我 你想吃什麼 我想吃 台南 紅公公 越南河粉 就是他 就是他 兩年前的他 不知道有沒有變 就是他 Yeah Rita Yeah 回回兩年 不同健身房 又見面了一次 然後就差點把我抄死 平常給阿民抄的時候 他在旁邊當笑笑看著你 然後 今天一來換他當教練 不得了啊 哇 我整個笑不出來 笑笑的抄死你 什麼叫笑片骨 就是這種 沒有啦 開玩笑 好啦 那我們今天 又是快樂的一天 Yeah OK 今天1月4號 看到沒有 經過了大概多長 我們快五個月的訓練 1月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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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得27點多公斤掉 我們以數據來看的話 我們肌肉量一直維持在70以上 我覺得就很滿意了 但是我最終能接受 在65以上我都能接受 喔 65以上 但是希望盡量能保持在70以上 以目前來講 我們二十幾公斤 剪掉的都是脂肪 對 教練講 教練我說對不對 對 以數值來看是這樣子吧 是沒錯啦 如果inbody機器沒有出什麼意外的話 如果有意外 那就叫館長換一台 所以目前來說 距離我們當初定的目標差12公斤 目前來說 應該是沒辦法完成 哈哈哈哈哈哈 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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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到底是 你多算了還是電腦多算了 那我們現在還沒到 那我們還快 兩個月嗎 將近還有兩個月 快一個半月 一個半月 OK啦 什麼意思屁啊 都不要吃飯 都不要吃飯 掉雞肉可以啊 不要了不要了 我們就是盡量維持在 肌肉不變的情況下 掉脂肪 對 用最簡單的方式嘛 對不對 這四個多月來 多麼辛苦 在維持工作的情況下 我們在工作不變 維持週更 該吃的時候吃 該拍的時候拍 還能維持這種 降體重的速率 我個人是 相當滿意 我跟你講你講到重點 就是有在健身的人應該知道 路程會是你健身最大的阻礙 你來一次要多少 來回的時間 大概要抓兩個小時 對 然後我訓練三個多小時 我只要每次一訓練 我今天就會消失五個小時 一週三練以上 如果基本上 我沒有出差去台北的話 我基本上都維持在 練衣修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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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對 今天雖然你會覺得很累 但是晚上出現 蛤 晚上出現 就是你早上出現 你今天其實就很累 但是晚上也是 喔 教練 教練的意思是說 雖然你會跟他 mrmr 但是你該到的時候 你還是會到 2月7 我總不會被犯以前自己 再累都要爬起來 OK各位觀眾 終於來到今天了 我們的2月7號 雖然離我們滿半年的2月15呢 還有大概一個禮拜的時間 但是 下個禮拜開始呢 就是我們的過年 過年 我們相當重要的日子 那是我們公司 唯一休息的一個禮拜 也是可以大吃大喝的時候 對 我相信2月15的體重呢 一定是沒有2月7號好看的 過年那一個禮拜呢 就當作它不見了 我們提早一個禮拜 結束這一個旅程 我們半年來的旅程 不知不覺 半年來 半年了 我們紀錄片 紀錄了半年好不好 我們半年前 扛住的壓力有多大 那時候 那算是 整個網路都在講這件事 整個網路都在罵這件事 整個網路都在罵這件事 那我們來到2月7號呢 今天是最後一天要測這個InBody 有沒有很緊張 其實也還好 如果測出來多20公斤 那InBody壞掉 你發現那個阿民的腳在後面踩 那差了 馬上來看看 我們半年來努力的成果 到底可以達到怎樣的高度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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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信心 對我最信心 對我最信心 來吧 好 大家都很緊張 連講話都不講話 OK 先下來 光看現在我們穿襪子 都比以前靈活 那就知道有差 以前是沒辦法穿襪子的 以前是穿襪子會穿 光是穿鞋子就是一個很累的東西 現在穿襪子會怎樣 現在穿襪子會笑 OK 各位觀眾 歷經了半年時間 我跟阿民教練 努力下來的成果 要在這邊公布了 夢想的成績單 夢想的成績單 首先 跟各位講你們最在意的 也是最直觀的東西 體重 我們重量到底減輕了多少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數據呢 8月15號來的時候 我的體重是多少 承載了全台灣前一趴的夢想 171.6公斤 我那時候扛住了很多壓力 那時候被小小的網上討論了一下 那時候就是網上很多人在講 說差不多要死了 那時候整個網上都在講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現在這些壓力我就扛住 我覺得合理的批評我都可以接受 像這些批評 我概括承受 這些都被轉換成能量 那時候我就有一種想法 這些我全部扛住 我蹲得越低 我以後就要跳越高 你的人的個性就是你會默默的做 然後有成績才拿出來講 可以這樣 對 我不會說剛做就講 我覺得就是要做 做一陣子的持之一行 真的撐了下來 對不對 這樣子失敗了 才不會有人發現 原來有退路 原來有退路 我這個說要退個手 這個說要退個手 好啦 那我們的體重 前一趴171.6 我們經過了半年的努力 我們阿民教練的許許調教 再加上我這個 對不對 努力不懈的精神 我們撿到了 140.4 所以我們撿了31.2公斤 雖然比我們當初的少了一點點 對 當初的夢想是40公斤 但是又要想想這半年了 我工作完全沒有落下 我們從去年大概4、5月開始 4月多開始 我們就沒有斷根了 對 我們是周根 我們在維持著 周根的工作量 然後還要偶爾上去 台北工作一下 然後還有很多朋友的邀請 然後我們全部都扛下來了 我們在這些的工作的 含扣住的情況下 我們硬是減了31.2公斤 但是這不是一個結束 這只是另外一個開始 我的終極目標呢 是讓我的體重 降到二位數 朝向雙位數去前進 那我們再來看看其他的數據一下 首先呢 大家可能會比較在意的是 我體脂肪率原本是多少 可以看到我最原始的體脂肪率是 54.6% 一半都是油 一半都是油 我再告訴各位 體脂肪重了多少 我最原始 8月15的時候 我的體脂肪重有 93.7公斤 對 那我們現在經過半年的努力呢 我們的體脂肪率降到了 45.8 我們硬生生減了快10% 我們現在的體脂肪的重量是 64.3% 幾乎減掉都是脂肪 這是非常厲害 我們問一下專業的 問一下專業的 你這個成績來說 是不是很難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 蒸肌減脂它可以同時定型 尤其你之前 重訓練可能比較少 但是可能大家想說減肥 可能要第一個 減少它吃的東西把它一直控制 但是沒有注意在重量訓練這方面 那這可以很好知道說 在體重相差快30公斤 體脂也掉了快30公斤 那基本上都是 你的脂肪消耗比較多一點點 那你的肌肉量是很好的有保留下來 那我覺得這是重訓給你們 最大的一個幫助 但是也不是說 你在減肥 你就是只注意體重而已 不然你就可以不用來量這個東西 對啊 我們這個量這個就是可以看到說 你減的體重到底減掉的是脂肪 還是掉的肌肉 對不對 我們當然會希望說 肌肉流著 然後掉脂肪嘛 我們肌肉量是 原本最快量的時候是73.9公斤 過了半年我們 盡量維持住的情況下 它略降到72.2公斤 那我們的BMI 也從原本的57.3公斤 掉到了46.9公斤 所以基本上BMI掉了10公斤左右 對 雖然這個BMI現在看起來是 46.9公斤還是非常非常高 但是我覺得 這是算一個好的開始 我們先求有 先求有再求好 我們努力了半年的成果極限在這邊 我們下一個半年要怎樣 超越這個極限 我還以為要說 我們要繼續吃回來 我們就花個半年 看多久可以把它吃回來 我預估只要三個月的時間 另外我這邊還突然想到一件事 就是其實你的飲食上現在都是 大部分都是自己煮對不對 對我現在都吃水煮 雖然水煮會失去到很多味道 因為我現在 雖然各位看影片的話 可能感覺不出來 我在做這方面的改變 我唯一可以解放的時候 就是拍影片的時候 我就是有拍影片的時候 會去吃一些比較好吃的東西 就是說拉麵啊 或者是說 可能烤個魷魚啊 吃個和牛啊 壽喜燒啊這些 但是如果平常只要沒事的時候 我就是煮水煮 真的沒辦法自己煮的時候 我就是去便利商店 買一些相對健康的原型食物 我們問一下阿明教練 陪伴你這麼久 有沒有哪些事情 是你覺得想要分享給大家 因為我覺得除了數據啊 或者是身材上的改變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的活動能力的增加 就很像我們一開始 你要穿鞋脫襪這些 其實都會蠻辛苦的 但是到現在其實 做這些我們看起來很簡單的事情 確實變得輕鬆非常多 再來就是你在走路的過程啊 比較不會有 比如說腳踝 關節 膝蓋不舒服的一些問題 那其實以前 可能會有一些疼痛的部分 可能可以透過這樣一點一點的重訓 慢慢的彌伏過來 再來就是 其實我們在重訓的時候啊 比如說 我們以蹲 深蹲來說的話 我們往下蹲有時候 很難蹲 做到我們所謂的全蹲 或者是 把我們的活動度完全的打開 但是一樣半年的時間 從原本在蹲的過程 好像只有一點點 膝蓋就會不舒服 然後到現在 我們已經可以負重到 可能七八十公斤 然後可以連續做好幾 不是只有一下而已 那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 滿大的改變 對 整體來說 你能為它打一個分數的話 你會給它打幾分 但是以出群率來說 它其實它比我 還要高很多 對 所以 以分數來說我覺得 一定是超過一百分 如果可以讓它超過一百分的話 180天我大概來了60次 所以我大概每三天來一次 算是我們一個正能量的宣傳 一個正能量的宣傳 那我們今天呢 算是數據做一個結束了 那我們 今天訓練呢 也不能落下來 這算是我們 過年前最後的練 練完之後再做一個完美的ending Yeah 在這邊 我要謝謝我們的館長 在半年前選擇相信我 對不對 因為畢竟減肥這件事 老實說我覺得是一個很難的一件事 你要有一個契機 讓你有辦法去決定你真的要做這件事 而且你不會去放棄 謝謝館長這半年來 讓我有追逐夢想的機會 我也用實力去證明他沒有相信錯人 到最後結束了 你片頭提到的那女生最後怎樣 跑掉了 人生就是這樣子 一幾個 不能喝 五幾個 不能喝 徹底天狂